日本將中共定性最大挑戰 摘28億扣置導彈 驚爆 Twitter公司已經不存在 阿里巴巴正式推出 TRAPS GPT 中國版本 風控政策沒有走遠 海口重拾核酸檢測 巴菲特大撤離 新能源突發利空 拜登宣布參選 川普出言嘲笑 加州whole food 只開了一年就被迫關閉 大家好 首先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12日 星期三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 我是林欣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日本政府在4月11日發布重榜外交藍皮書 將中共近期的軍事動向 定性為重大戰略挑戰 同期 日本政府接連不斷的公佈 提升有軍防衛能力的條款 之前財年預算中將軍費開支調高了20% 專家認為日本發布的藍皮書明顯表示了對俄屋戰爭的態度 並將台海問題置於高點 也確定了日本在這個地區的地緣領導地位 請聽報導 根據台灣媒體的報導 與去年的外交藍皮書措持相比 日本今年的態度更加鮮明強烈 外相林方正在報告中強調 在俄屋戰爭問題上 日本當局並非隔岸觀火 任何地方都不允許改變現狀 而目前日本的安保環境 已經處於二戰之後最嚴峻的狀況 原因是中共軍方在東海和南海活動加劇 中方對台動武的前景 成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 報告也對中俄加強軍事合作的趨勢 表示重大關切 台灣中興大學日韓總合研究中心 行政總裁盧順吉認為 日本通過這種法案 代表著岸田內閣確實努力在國際社會中 做出更多貢獻 展示日本在亞太區域內的影響力強大之餘 也成為美國東亞政策的強力支援 他對美國之音提到 在未來中俄的影響力越大 日本就會持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時評人士魏虎宇認為 日本這次發布藍皮書 主要表明了兩個關鍵態度 而日本發出的這個藍皮書主要表明了兩個態度 第一個就是對俄烏戰爭的態度 他是不允許俄羅斯用侵略別國的這種方式 來改變歐洲現有的這種領土 不允許改變現有的這種國際秩序 這就是他對俄烏戰爭做出的一個強烈的一個姿態 這是其一 第二點就是在台海問題上 日本已經判斷出 中共對台灣動武的這種可能性是越來越高 所以日本將這個動向看作是它面臨的前所未有的一個挑戰 這樣 如果我們將這兩點聲明結合起來看的話 實際上日本是藉著對俄烏戰爭的一個態度 它表明就是不允許中共 通過武力來改變台海的這種現狀 我覺得日本發布的這個聲明 它的重要意義就在於是警告 中共如果你要對台灣動武的話 日本有可能會軍事介入 實際上 它發出了日本對當今這個國際秩序的一個最強硬的一個態度 近期 中共軍方在台海三日軍演以後 仍然挑釁不斷 4月11日當日 又有14架次軍機飛越海峽中線 日本方面指出 過去的一年是歷史的轉折點 未來可能會出現地緣緊張和對立程度加劇的情況 也是在4月11日 日本政府宣布授予三菱重工 價值28億美元的導彈合同 以建設一支新的導彈部隊 目的是阻止中共在東亞使用軍事力量 路透社指出 日本推動生產的導彈設施 預計能打擊距離日本一千多公里以外的船隻和陸地目標 為了在部署這些國產導彈之前加強防禦 日本在2月份 還表示將從美國 批量訂購雷神公司的 政府巡航導彈 政府尚未透露採購規模 但日本媒體報導稱 預計導彈數目將多達500個 此外 在國際關係方面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發布了5月訪問 埃及、加納、肯瓦等國的計劃 以確保在烏克蘭局勢和地區穩定上 與這些國家的合作 加強G7廣島峰會的意義 在去年12月份 日本公布了 二戰以來最大的軍事擴充法案 這會令日本的國防開支 在5年內翻一倍 攝平人士藍述認為 日本改變了戰略方向 主要原因是中共政府對國際擴張的野心 太過明顯 近期的事態反映出國際局勢 會出現一些拉鋸 不過 中共政府最後好大機會 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習近平這張牌已經打出來了 就是要用好像西方的政要 和大公司輸送利益的這種方式 最後拉攏歐洲 用歐洲來制衡美國 但習近平這張牌不一定會有效 因為今天和10年前不一樣的是 今天西方國家自由世界 和那些和中共擁有利益相通的那些階層 他們之間的意見已經不能一致 所以在下一步 可能不見得是 習近平所期望的歐洲 美國互相間的對立 而是法國等這些中共希望所收買的國家 和這些利益階層之間的對立 所以這個拉鋸會持續一段時間 美國媒體4月10號說 一份4月4號提交的法庭文件顯示 Twitter公司已經併入X公司 也就是Twitter公司已經不存在 請看報導 美國左翼媒體記事網絡版雜誌 Slate4月10號稱 右翼人士盧麥 Laura Loomer 控告推特在2019年停用他的帳號 涉嫌違反聯邦敲詐勒索法 推特作為被告 必須繼續向法院提交企業披露聲明 於是 推特提供了這樣的通知 Twitter公司已經併入X公司 不再存在 作為推特公司的利益承繼人 X公司現在是盧麥訴訟案的被告 2019年馬斯克還未收購推特 目前 擁有推特 以及X公司的母公司 X控股公司 X Holdings Corp 的馬斯克 還未向公眾透露這個合併 報導指出 馬斯克2022年10月曾經說過 他收購Twitter之後 會加速建立一個 擁有一切功能的應用程式的工作 這個應用程式 會以字母X命名 Twitter的功能 將在這個超大應用程式中 發揮重要作用 根據內華達州州務卿的在線商業門戶網站 馬斯克在3月9日 在該州註冊了兩家新企業 X控股公司和X公司 3月15日 馬斯克申請將推特公司和X公司合併 合併條款規定 X公司完全收購Twitter 這就意味著 Twitter公司不再作為一個公司存在 現在它是X公司的一部分 而X公司的母公司 是價值200萬美元的X控股公司 4月11日 阿里巴巴推出了中國版本的Track GPT 通二千問 具體功能包括文案創作能力 續寫小說作品 讚寫郵件提綱 生成食譜菜單等功能 這個企業表示 以後阿里的所有產品 都將接入通二千問實現運作 請看報導 阿里雲智能技術總裁周正人表示 通二千問是一個超大規模的語言系統 可以和人類進行多輪溝通 極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 對於最新出品的AI系統 郭勝正勳表示 對此測評結果發現 通二千問具備一定的基礎上升 和初步邏輯思考能力 但在複雜理科計算方面 有提升空間 在文字創作領域 具備相當的實用性 尤其是在語言翻譯領域表現良好 總體來說 該產品尚未達到GPT4水平 但已經處於中國國內的領軍水平 另一方面 中共政府對AI系統施加嚴格的審查制度 引發外界關注 中共網信辦發布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辦法 要求它的生成內容 不能違背中共的價值觀 否則可能會遭到刑事責任處罰 紐約時報也引述消息指出 此前 百度的語言系統模型 民心一言功能較弱 但是已經能夠對敏感問題秘而不答 華爾街日報此前測試民心一言 問中共主席習近平是否是一位好領導人 得到的回覆就是 提問無法通過安全審核 海南省海口市舉行第三屆 國際消費品博覽會 為了招商中共聲稱 不再對來客檢測核酸 但有記者爆料 海口機場重拾檢測 這個意味著賓客 還是會被查核酸 只不過換了地點 請看報導 在博覽會開始之後 一名微博認證的記者博主9號爆料 海口落地核酸 原因是參加消費品博覽會有外賓 統一檢測 他上傳了圖片 反映機場的消博會接待服務中心 以及核酸採養的照片 這名博主隨後遭到攻擊評論 在4月10號 當事人再度發出言論 說昨天發生在海口機場落地做核酸的事 有人質疑 本來我落地去媒體接待的地方 就通知我做核酸 這個沒必要騙人 澄清一下 他還隨便附上了自己的核酸檢測結果 上面顯示 海口市第三醫院美蘭機場P2實驗室 負責了他在9號的核酸檢測 網友留言提醒說 現在這個話題是相當敏感 目前 中國多地聲稱 出現流感和甲流的確診潮 有民眾懷疑 只是疫情換了講法 此前 官方媒體證實 海南省啟動了全島的所謂封關操作 目的是將海南省 建設成一個獨立自貿區 試圖吸引外資 成為第二個香港 但是 分析認為 由於缺乏自由的制度和基本法治 所謂的海南自貿區 很可能結果是爛尾告中 以疫情造成的不變 也加劇了中國發展經濟的難度 傳染病專家張文宏此前表示 他預計今年5月至6月 中國會出現第二波疫情感染高峰 感染比例可能在25%至50%之間 據港交所顯示 巴菲特旗下的投資公司 白克希爾·哈薩維 上一次將它持有的比亞迪 H股減持後 還持有11.87% 中間繼續減持到11.13% 隨後 減持到10.9% 才觸發披露規定 上個月底賣出了248萬股比亞迪H股 持有比亞迪股份14年的 白克希爾·哈薩維公司 至2022年8月24日首次減持以來 已經連續發起10次減持動作 從19.92%下滑至如今的10.9% 另外 計刀片電池 逆四方等核心技術發布後 10日晚 比亞迪又推出了一項核心技術 比亞迪雲連智能車身控制系統正式發布 據聲 雲連將搭載在比亞迪王朝海洋旗艦車營 騰勢、仰望以及比亞迪專業個性化品牌的車營上 從主要業務板塊來看 比亞迪汽車、汽車相關產品 和其他產品業務的收入 同比增長超過150% 尖集團總收入的比例是76.57% 手機部件、組裝及其他產品業務的收入 同比增長超過14% 尖集團總收入的比例是23.3% 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數據 去年比亞迪新能源汽車市佔率達27% 同比增長近10個百分點 財政報告顯示 比亞迪去年總銷量是180多萬部 同比增加150% 其中乘用車銷量近180萬部 同比增加近152% 海外銷量是45,300部 同比增加近195% 前總統川普11號 嘲笑美國總統拜登競選連任的決定 說他看不到成功的可能性 請看報導 相關的說法 與拜登在白宮復活節活動時的表現有關 當時拜登告知他準備參選 但是還沒有準備好 川普告知霍士的主持人 我在電視上看到了他在復活期間的演講 關於那個雞蛋和其他話題的回答很長 我認為他做不到 2年76歲的川普 將是80歲的拜登的主要競選競爭對手 美國媒體表示 總統的年齡 現在已經成為明年選舉的一個重要問題 今年較早時候發起競選活動的聯合國大使克利 此前呼籲對所有75歲以上的政治家 進行心理認知測試 這一個主張 將兩位總統競選者都包括在其中 去年剛剛開業的舊金山大型Whole Foods超市 宣布暫時關閉 這家公司表示 這個是出於對工人安全的擔憂做出的決定 請看報導 這家大型Whole Foods商店 在2022年3月開業之後 被譽為舊金山的旗艦店 是市中心最大的超市之一 公開資料顯示 這家商店出售3,700種本地有機產品 它的設計向經典的舊金山致敬 獨立新聞網站舊金山標準報 San Francisco Standard 報導稱 這家Whole Foods門店在剛剛開張的第一年 就曾經因為盜竊等問題 而減少營業時間 報導指出 由於遠程工作的人數增加 舊金山市中心流量減少 這亦令一些商店的景氣下降 從三皇五帝的遠古到富麗堂皇的聖堂 從兩宋的繁華到大清的優雅 這個是一幅充滿神話傳說 和英雄史詩的畫卷 勇氣和犧牲 正直和忠誠 善良和美德 撐藥星神的故事將五千文明傳承 不幸的是 在過去的幾十年間 中共通過各種政治運動 系統將傳統的信仰連根拔起 使五千年神傳文化的遺產 幾近毀滅 現在神穩通過純正 而歷史悠久的中國古典舞 東西合璧的交響樂 許許餘生的動態天幕 和巧奪天公的傳統服飾 演繹著古往今年的故事 開創著今天的文藝復興 神穩演出即將在世界各大城市上演 請掃描二維碼 即可扣票先到先得 另外還有一個好消息 為了令中國人了解自己的傳統文化 神穩首次面向大陸中國人 開放百分之三十優惠票價 僅限一百元及以下票區 這個優惠目前只是適用於 加州和波士頓地區的演出 熱線講中文普通話即可扣票 熱線號碼是888-874-6938 劇院和網絡扣票 將不提供這個優惠 入衣 中文壓推特 三十優惠票 帶足暗潮 二十優惠票